另外新竹有妈妈到连锁药局一口气买了15包口罩 包括成人跟儿童口罩 但是她越看越觉得买到的是山寨货 就打电话跟厂商询问 结果厂商说他们没有生产儿童口罩 让妈妈气得立刻向新竹卫生局检举 怀疑药局贩卖的是假口罩 对此药局出面回应强调口罩全部都是跟中盘商进货 厂商也有提供合格的检验证明 绝对都是台湾制 而卫生局也已经介入调查 好几包口罩一字排开 一位新竹的妈妈日前一共买了两包成人口罩 和13包儿童口罩 但回家之后却觉得口罩越看越奇怪 怀疑可能都是假货 民众拿出合格厂商口罩的图 和自己买到的口罩比一比 发现她买的散装口罩不但没有压边 压孔变成四孔 甚至连NIT制的刚硬都相当不明显 气得像药局投诉 没想到更夸张的还在后头 这间公司我们打电话去询问 他们没有生产儿童口罩 所以等于是何康自己印制了 这个贴纸来贴在儿童口罩上面 让大家认为他的口罩是台制医疗用 民众透过药局打电话向厂商询问 却发现厂商根本没有生产儿童口罩 但药局贩卖的却有来自厂商的贴纸 实在太诡异 来源其实都是宏廷这个国际贸运台所提供的 都是台湾制作的 那个是在我们出货之前 他们就已经送检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财货上 我们就特别的去做一个把关 药局售出厂商证明 强调口罩绝对都是台湾制 只是投诉者根据药局给的厂商电话 打过去根本没人接 你所拨的号码无人回应 究竟中间环节出了什么问题 目前卫生局正积极介入调查 只是来路不明的口罩 民众也不敢用 建议还是选用有医疗器材许可证的口罩 才能有保障 记者徐志迁新竹报导